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們把南瓜煎過後備用 接著將洋蔥與蒜末下鍋炒軟 接著放入胡蘿蔔、馬鈴薯和咖哩粉一起拌炒 接著放入番茄炒軟後加水煮滾 接著放入咖哩塊 把青花菜跟甜豆一起入鍋燉煮 最後和一點牛奶 等湯汁變濃稠後 再依照口味加點調味料就完成了 大家趁放假的時候多做一點 上班就可以帶便當避免外食了 咖哩中常見的成分薑黃素 是天然的抗氧化劑 有助抗發炎、活化大腦又防癌 絕對是做成便當菜的首選喔 好嗎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